男友意外失忆 万幸 那颗剑表脑子没摔坏 绿茶出现表白还爱他 男友被八十老头扫地出门 找我接盘 汉子表朋友背地怂恿让他甩了我 男友脸那么大 管事管弄跌我头上 连男友的养妹比要插一脚 说他们是青梅竹马娃娃亲 男友这回不说话了 他直接把人揪出门 我在旁边笑出猪叫 结果他掉头对我 我眼球想上位 我 先把你的闲丑手 从我腰上放下来再说 江春被路边的广告牌打失忆了 当时我在店里是婚纱 手一抖 驾着R万的投杀直接报废 冷静下来 我择了细节 电话里的刘助理支支吾吾 于姐您赶紧过来吧 张总裁情况有些复杂 因为他的态度 我把江春却胳膊少腿的模样 全幻想了一遍 最终咬了咬牙 三年感情不容易 就算江春真成植物人也嫁 等到了医院 我才明白刘助理为何吞吐吓糊 江春的失忆有点特殊 后脑的血块 让他的记忆产生错乱 唯独忘掉了我 忘掉了我和他的这三年 而他被广告牌砸伤的原因 和沈依依有关 这会儿 他正坐在江春的病房前 哭得梨花带雨 阿春 你太傻了 为了救我而受伤 我仔细打量人 长发飘飘 清纯可人 标准的初恋脸 听说他是江春的初恋女友 他们谈了七年的戒爱 从高中到大学 后来沈依依出国 他们就断了 第二年 我和江春相亲认识 彼此和演员 双方家长已独见了面 婚期就定在下个月 在这之前 江春从来没提过 有这样一个初恋 还是一次聚餐 他朋友不甚说漏嘴 于于 还是你有福气 前人栽数 后人成两 在他的口中 从前的江春很不一样 是得会因为女朋友的撒娇 跑三条街 买冰淇淋的腼腆大男孩 而现在 因为那张最表一流的嘴 他不知道 碎了多少对他有好感的异性的心 导致江春带我回家的那天 公公婆婆其抹泪 小鱼 江家有你 真是阻上冒烟了 我私下忍不住问江春 有关沈依依的事情 江春那叫个棘手促额 年少不知律查身 老婆 别提那段黑历史好不好 嘴上嫌弃 她还是如实交代了 当初沈依劈腿 把她绿了 扭头把那个嚼舌跟的朋友 冲骂了一顿 恋爱三年 江春一直是人间清醒 都不用我开口 身边的阴咽咽咽就被她气跑了 但现在我不确定了 甚至还有些紧张和不安 病房里 江春正捂着受伤的脑袋 乌光沉沉的盯着是依依 后者羞得面红耳赤 门口的我心里咯噔了 等一下 完蛋 这眼神这么专注 只定是情深不悔了 按照传统套路 我甚至该识去挪威 然后开启火葬场 我没准备好 江春已是去世代发 他冷的一张脸 拍口就是熟悉的国粹 我是失意 不是实质 傻逼里远点谢谢 直接把沈依骂懵了 江春 我那么爱你 为了你专门回国 江春吼了一声 神情不耐 简单点 撒谎的方式 简单点 被八十岁金主老头扫地出门 尚未失败 有那么难开口 可惜你算盘打错地方 我不当接盘侠 也没绿帽情节 滚滚滚 沈依一瞬间红了眼眶 阿春 你误会了 他红了眼眶 一副被误解的委屈模样 让向着脚步朝门外跑去 好一朵娇若无力的小白花 站住 江春拧着眉喊住人 咬着牙 我让你走了吗 我就知道 阿春 你心里有我的 沈依表情蹭得亮起来 带着感动和稀奇的魅眼 处处可怜 可惜 全抛给了瞎子 江春压根没秒啪 而是把目光投向我 都带一丝波澜 对 就是你 门口那个护工大姐 这个女人害我受伤 帮忙报个警 谢谢 护工 大姐 我低下头 他就因为着急来探望 而随意换上的白T和长醋 本来对他表现很满意的我 这下咬牙气齿了 很好 江春 你老 婆 没 江春还不知道自己快没老婆了 他现在只想要沈依依的命 造谣者今晚必报庇 你算了什么东西 还值得我受伤救人 这么着急的想离开 我看就是想推卸责任 行啊 尽管逃 免费劳饭等你 不要闭脸 四连嘲讽让沈依依彻战红了脸 羞奋欲死的那种红 阿春 你是不是伤还没好 以前的你从来不会这么对我说重话 我好担心你会后悔 但小时候 他后悔了 留住李送来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画面上显示 下午三点 江春从珠宝店里出来 正常行走 三点零二分 沈依依出现在江春的面前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就朝他扑过去 江春步步后退远离 像是遇到了什么红水猛兽 果断躲在了某摇摇欲坠的广告牌下面 然后就是值得打码的雕屑场面 画面戛然截止 估计是没见过自己那么的倒霉狼狈 江春脸色被叫个阴沉难看 他冷着脸对着沈依依 医药费3800元 住院休养1500元 你已经没老婆了 我连你能忘得脑袋裹成粽子的男朋友 我为什么正站定 自然是永恃无恐了 瞧瞧江春这么恶劣的对天对地的脾气 哪个小白脸现在敢靠近 沈依依背对的说不出话 冰起包包落荒而逃 速度快的可以参加奥运会 江春见他跑了 很生气 转头训斥我 一脸严肃 你怎么做事的 不是让你拦着人吗 下次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会投诉的 在他身后 刘助理瞪远了眼睛 嘴巴大得可以塞下两个鸡蛋 我回了他的微笑表情 江春又皱眉 那味道感觉又是一个玛里亚纳海沟 现在当护工都这么拽 劳资花钱请个祖宗来 巧了 某人昨天在卧室可不就是喊我祖宗来着 最后的最后 小炮灰留住里吼不住了 他小心翼翼叨 江总 你认错了 余姐是你女朋友 你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不可能 江春先是一致 随后冷下脸 否定的那叫个迅速 我不喜欢他这款 我气笑了 当初他也是这么口是清非的 结果第二天 这死皮的脸差点给我跪了 求要微信 行 那分手 优下话直接掉头往门外走 刚迈出两步 身后传来沉重的声音 扑通 一回头 江春头绑纱布跪在了地上 大嘴一张 嘴去巴巴 老婆 我错了 过曹 我 当真是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春这狗性子 绝了 他大惊失色 不敢置信 双目呆滞 盯着自己的膝盖 江春慌了 我怎么跪得这么熟练 我叹了口气 当然是因为 纯纯跪出经验了 我和江春都属于骄傲 不愿意拉下脸面的人 可别爱三年 第一个低头的永远是他 老婆老婆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有时我还没很下心 他先是食物的跪在键盘上 咯咯哭笑不得 如今他失意不记得我了 但爱我的习惯 没有遗忘 望着他满脸不知所措的茫然 我先前的气氛瞬间消了大半 其实也不该怪江春的 他也是受害者 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判罪对他不公平 等他恢复记忆 再算账也不迟 我走过去 把人从地上扶起来 重新摁进被窝里 留住里早已逃之夭夭 江春愣了好一会儿 问我真和你谈恋爱了 我抛出手机给他 自己看 情侣照 聊天记录 里面有我和他这些年恋爱的 全部甜蜜 江春的手机在事发的 就摔个稀巴烂 浏览完后 江春的表情越发怀疑人生了 他还是秉承了谨慎的态度 借用一下你的手机 不想打个电话 我答应了 我叫我的外卖 点了一堆菜 摆在小桌上 江春接过碗筷 习惯性的 把里面所有的葱段都扎了出来 然后把条干净的菜 堆放在我面前 等做完这一切后 他僵住了 给开脸 视线乱描却一直不和我对视 江春不挑食 真正不爱吃葱的人是我 我吃的最爱的红烧鲫鱼 心里有点甜 第二天下午 江春就出院了 也不知道是谁 揭露了他失意的消息 朋友纷纷打电话来关心 还说已经咋了句 一定要江春过来 为此 林涵还专门发消息给我 鱼鱼 你该不会因为江春 失意忘记你 而换的换尸了吧 做人大肚点吧 腻腻歪歪的 真给江春丢脸 扑面而来的阴阳怪气 不要太明显 林涵 当初一位身长说我有福气 反被江春痛霸一顿的那个人 要不是他有男朋友 且哪有赵琪 还是江春多年的好哥们 我都怀疑他对江春有意思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天晚上的聚会 绝不会这么简单 晚上 我化了个精致裙装 和江春一起掐点进了酒店包厢 再看到我出现 有人表情变了 于于 你也太黏着江春了吧 我们兄弟之间聚会也要掺一脚 林涵开口就是老阴阳了 现在时代不同了 好你人该独立自强 我无语了 一会是兄弟 一会是女人的 感情你无种变性啊 有人比我更听不下去 大老远就闻到一股酸味 羡慕嫉妒 有本事你 也去重新找个人脸着你 少找那些古丽古怪的腔调 怪恶心人的 江春嫌弃的声音 传遍整个包厢 气氛瞬间冻结 林涵表情凝固住了 江春 我随口一句 你不用这么上钢上线吧 江春 那我随便骂你两句 你也别往心里去 包厢诡异沉寂 林涵的脸颈比猪肝红 我死死的捂住嘴 避免自己笑喷出声 江春失忆后脾气 更爆炸了 简直无所顾忌 他找了个 宽敞的地方安顿好我 又脱下西装外套 盖在我光洁的肩膀上 多露秋了还赶路 这露娜 小心老了的关节炎 我白了他一眼 大哥 二十五摄氏度的天气 穿着吊带群不犯法 其他的人顺势 聊起闲话 场面总算热闹起来 我边享受着江春包好的螃蟹 边注意到林涵那时 不识描手机的动作 神情带着点交集 似乎在等待些什么 饭吃到一半 他忽然手滑 把水全洒在了江春的身上 然后坐坐地挨右低声 抱歉我喝醉了没拿稳 江春 你没事吧 江春张嘴一顿巴 隔了三个座位 还能把水洒在我身上 他今三晚七是吧 阿春 有替林涵给你扶不吃 走 根本陪你去处理 照起看不下去 把话接过 打起江春就往外走 不忘地给我一个歉意的眼神 我也没太放在心上 继续吃吃吃 结果五分钟过去 江春没回来 我注意到林涵拿起手机 也敲敲出了门 有猫腻 我悄无声息的也跟了上去 发现林涵推门进了 走廊镜头的小包厢里 我凑过去 门没关延时 透过一纸宽的门缝 探厅里面的场景后 我愣住了 小包厢空间不大 时来平米 聚集着三个人 江春 林涵 还有沈依依 阿春 终于有时间 我们能坐下好好聊聊天了 沈依依目光落在江春的身上 温柔似水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看到你 我就想到高中念书那会儿 又吼 上来就是一波回忆杀呀 阿沙年老绿茶没跑了 我咬着腮肉转向江春 紧绷又忐忑 最后要是赶来一段温情一往昔 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只见江春嗡嗡了一声 然后说 对话少说 赔偿金呢 别以为就是重提就可以给折 想得美 十万块 少一个咋 我能告得一把牢底做穿 然后是沈依依再怎么深情狂款的一张脸 在听到江春冷酷催债后 表情一下没绷住 但很显然 沈依依是极品的壁罗春 从事情去后 他眼泪汪汪的打感情牌 阿春 我知道因为当年分手的事情 你对我误解很深 可我也被逼无奈 家里欠债 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还债 这么多年 我过得很痛苦 但只要一想到你 我就有了活在去的动力 话说到这里 他哽咬了一下 眼眶更红了 阿春 你是我的精神支柱 我真的离不开你 你就给我个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我 有必也不能瞎说话吧 下一秒 屋内炸了 你玛丽苏小说看多了吧 还是穷要附体 以为自己是世界女主角 脑子没病变吧 天晴了雨停了 你又觉得你行了 以为我失忆了好哄骗 做梦去吧 江春的眼神 充满了看二楞傻子的嫌恶 瞧瞧你这二维码的长相 不扫一下 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林涵忍不住跳出来 江春 你好歹是大男人一个 怎么能这么说依依 没看见他都哭了吗 江春呵呵冷笑 怎么 男人不能哭 但凡一把搞性别对立的精力 用在思考上 脑子里应该能少很多水吧 林涵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江春骂他蠢 江春 你太过分了 一一刚从国外回来 你这意外失忆 这说明什么 分明是老天爷 都是支持你们重修就好的 大家朋友一场 给你个忠告 赶紧把鱼给吹了 反正你也不记得他 哼 酒瓶重重 砸在茶几上 江春便无表情地盯向他 谁给你的脸 管事情管到你跌我的头上 林涵被吓坏了 整张脸惨白一片 沈一一泪光点点 阿春 林涵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也是为了我们好 哦 你口中最好的朋友 大三暑假半夜 给我大持度照片 给我去酒店 行翻车了 好大的瓜啊 包厢内还在继续 江春的嘴仿佛机关枪附体 一顿输出 林涵 这些年我认你很久了 看在赵提的面子上 我原本不打算让你下不来台 但你非要恶心我 那就是你自寻死路了 是谁发完暧昧短信 第二天找上门 在我面前哭得稀里哗啦认错 当初我特地拍了你痛哭求饶的画面 不如趁这个机会 让你好好回忆青春 林涵的脸白成一张纸 沈一一颤抖不已 林涵 彻底杀疯了 看他把林涵和沈一一对的怀疑人生 我忍不住一拍手 漂亮 刷 三道视线朝我望过来 哎呀 暴露了 我淡定的推门进去 走到江春身边 干得不错嘛 也不看到我是谁 江春傲娇哼哼 就他们这点手段 谁上当谁傻逼 我一不小心看呆了眼 小心脏通通跳 现在的江春退去了沉稳 变得更张扬四一 无所顾忌 像极了我最初一见钟情的模样 够带感 我喜欢 我开心开心 江春对得舒心 又有人伤心又糟心 比如说 门外意外拼了全过程的赵琪 他手握毛巾 将硬成雕醋 脸上的表情又茫然准变成愤怒 速度快地让人心疼 忽然想起来 赵琪和林涵同样是爱情长跑 时间比当年江春的还要长 足足八年啊 兄弟爱 你简直是光普照啊 那天晚上 无比混沌 在赵琪一句 pm的林涵分手 劳自不伺候了的怒吼 和林涵被山红的右脸中 落下帷幕 离开的时候 我还看到沈一一和林涵在拉拉扯扯 被扯断的发丝 在空中飞舞旋转 曾经的真情好姐妹反目成仇 三分钟上演四壁大戏 等回到家 我隐约反应过来 转身把江春躲在玄关 问道 你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当了沈一一的面筒 过林涵的那点过出心思 好让他们狗咬狗 江春有个很细微的习惯 他在思索算计的时候 会不自觉碰一下自己的小手指 刚才他在包厢挑逝 我注意到这个动作 江春轻泽了一声 他没说话 但表情已经反映了一切 对于倒霉悲催的赵琪 江春贪手 当初我暗示赵琪 他不信 照片和微信都是及时撤回 也没留下什么证据 闹腾了一晚上 我出了一身汗 先去洗澡 累得直接钻被窝 大弄半醒的时候 感觉有人躺在了我身边 是熟悉又让人安心的气息 不对 我蹭了一下睁开眼 有点江春怒着上半身 很是坦然的躺在床的另一边 我目光艰难的 从他的六块腹肌上挪开 忍住碰碰心跳 然后一脚把人踹下去 咣当 江春一脸猛逼的 从地上站起来 我微笑的告诉他 客房 客厅 地板都行 就是不准睡床上 可没忘记狗男人 喊我后宫大姐的罪行 别让他好好尝尝记性 江春茫然了一会儿 然后怒了 这是我买的房子 于是我笑眯眯的逗他 可现在是我的了 一年前 江春把这套房子过户给我 半夜翻了房产证 江春一抹了 背对着坐在床面边 无形的尾巴搭辣在地上 我忍着笑 继续逗人 想好睡 哪里了吗 江春瞪了我一眼 表情那叫个委屈 大半夜把我赶出去 你还是我老婆吗 我调了调眉 把人先的话全还给他 你不是不喜欢我这一块了 江春僵了僵 自知打脸的他不说话 鼓着脸颊生气 委屈巴巴 狗男人 对住你 我还不是手道青睐 心里就爽够厚 我在卧室地板上 铺了层乳胶垫 又给了条毯子 让江春暂时先睡在这里 看待他失忆的份上 然后处理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之际 我感觉有人抱住了我 往我脸上凑近亲了一口 还有那一声声黏糊 低沉的老婆 熟悉的气息环绕过来 我以为是睡出幻觉了 翻身 闭着眼习惯性往温暖的地方钻了钻 等早起 看到身旁那张骤然放大的峻脸 我这货什么时候爬床上来的 深吸一口气 又是抬脚一踹 哼 江春再一次滚回地板 江春的飞机坐到一半 遇到暴风雪 极端天气 只能临时停靠在中转站 回程路被迫延迟 小鱼 辛苦你照顾江春了 婆婆在视频那边认真叮嘱 她要是脑子放魂欺负你 尽管打骂 别客气 江春不爽了 妈 你能不能关心我 婆婆翻白眼 臭小子 你还有脸皮 要不是你好端端整出失忆 还会有这些破事 我可警告你 小鱼是我认定的唯一儿媳妇 要是你敢弄出什么妖娥子 我却留席 江春哼了一声 我是你亲儿子 婆婆也可以不是 这母子俩说像什么样的斗嘴 我听得津津有味 江春那张利嘴 有一半绝对遗传自婆婆 至于剩下的一半的DNA 龙龙在后面凑了个镜头 记住 男人送给女人最好的礼物是真结 别仗着失忆就胡来 江春黑了脸 我在后面笑得直不起腰来 龙龙婆婆还是挺关心江春的病情 他们建议我们故地重游 去曾经约会游玩过的地方 刺激大脑 说定江春就能想起些什么 我觉得挺靠谱 就和江春一起去了 我们经常约会的游乐园 完遍了所有我们曾经一起欢笑的游戏 中途我去买瓶水解渴 回来就看到江春 被一群小女生们包围着 鸡鸡喳喳向他要微信 小哥哥 你长得好帅呀 你有没有女朋友 不如我们当你的女朋友好不好 来来来 一起玩吗 恍惚间 有种江春是唐僧 掉进女儿国的错觉 看着让人心情很不爽 抱歉 不行 面对搭讪 江春头也没抬 晃了晃手指上 和我配对的情侣对见 小女生们片状 善善离开 我在旁边看着 心情瞬间多云转情 继续逛游乐场 玩到筋疲力尽的时候 我问他有想起什么吗 语气不自觉带着点期望 江春沉默了一会儿 摇摇头 抱歉 虽然早猜到会有这样的可能 但我还是有点难过 医生说江春后脑的血块不大 等他自然散去 记忆应该就能恢复 可什么时候 他的记忆才能恢复呢 不知不觉 我们来到摩天轮底下 我注意到江春的眼神 投向摩天轮 似若有所思 好眼熟 我们是不是来过这里 我哼唧了一声 废话 某人就是在这里把我拿下的 失忆后的江春 第一次主动拉起我的手 让摩天轮 乡体缓缓升起 熟悉的场景 对面坐着同样的人 恍惚间 我感觉又回到了半年前 江春就是在这儿向我求婚的 鲜花破地 亲友环绕 他就在摩天轮下单膝下跪向我求婚 但是我一辈子无法忘记的幸福时刻 等升到最顶端 我下意识地望了对面 却发现江春 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那样的深邃 有种他很爱我的错觉 我被盯得心慌意乱 下意识地躲开视线 却听到耳边传来低沉的声音 别动 江春伸出手 扶在了我的头发上 轻轻拨动了两下 掌心里多了片 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了树叶子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 拨得小乱乱撞 以至于外出相体的时候 差点左脚半右脚 江春眼急手快拉了我一把 小心 望着他脸上自然流露出的担忧 我轻轻勾起了唇角 往他脸上亲了一口 谢了 男朋友 江春愣了一瞬 耳间巧然红起 然后严肃教训我 严格来说我还不是 一少吃我豆腐 下楼梯的时候 扶着的右手 却没从我腰上挪下来过 我哼着小调 心里停滋滋 小样 哪捏你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可惜 这份好心情没持续多久 我也是不明白了 明明被江春再三拒绝回怼 为什么沈依依依 还是弃而不舍得要缠着江春 要说他回心转意 还爱着江春 我是不信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 隔了三年多的时间 当初的感情还剩多少 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江春的身上 一定有他在意的东西 很显然 这次的沈依依是有备而来 他直接玩了拨大的 白裙 头沙加身 手捧鲜花 来到江春的面前 砰的一声 单膝下跪 他的眼朦胧 痴情的望向江春 阿春 七年前我做出了 人生最后悔的决定 现在还有机会 我不想遗憾终身 这次换我来 勇敢迈出那一步 许我 好不好 更恶心的是 沈依依还委屈巴巴的指责我 感情里没有先来后到 只有不被爱的 才是错的 连上天都是眷恋我和阿春的 于小姐 你行行好 成全我和阿春 好不好 好 好你妈的嘴巴子 我当场脸绿了 比父亲花坛里的小草 还要脆油油 沈依依把这场求婚 搞得声势壮大 还佩戴了麦克风 会引起把周围的游客 全吸引过来 一番真情流露的表演 蒙蔽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 天哪她好大胆啊 主动追求幸福 这样勇敢的女孩不多了 当初她们肯定很相爱 千万不要错过呀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不知是谁先起的头 很快 若微都是祝福声 那些看戏的视线 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 笼子里最参观的动物 且头上随时有长草的可能 说到底 这一切都怪江春 越想越气 转身狠狠凝了江春的胳膊 你扭出来的破事 给我擦干顶 解决不了 下个月的婚礼 你一个人参加去吧 江春自压咧嘴忍着痛 扭头把一枪怒火 发泄在了沈依依身上 沈依依 你老残事吧 非要我指着鼻子骂你 你才知道我在骂你 我们三年前就分手了 知道什么叫分手吗 就是你死了 老子连朵菊花都懒得给你买 阿琛 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沈依依抽气着 把目光对准我 你怎么能这样误解我 是不是有人趁了你失忆 故意撒谎误导你 我呸 我还没说话 江春先气笑了 谁给你的勇气 敢在我面前对死我老婆 你人丑拉眼睛也就算了 还又丑又装 塑料垃圾袋都没你能装 他还把沈依依与八十老汉 不得不说的秘密 天又加醋又重复一遍 你也别把别人当傻子 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近我 说有什么目的 说得好 我在心里拼命给江春鼓掌 也是好提 沈依依这样阴魂不散 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妄想还单膝中的沈依依 她面露惊骇 一份秘密被戳穿的心虚样 并挤出的泪水还在眼角打转 配上她错落的表情 滑稽又搞笑 然后她又跑了 留下大批围观群众 恩怜猛逼 江春哼了一声 拉着我的手离开是非之地 满脸的小嘚瑟 透露着一个讯息 老子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我看不惯 偷偷又捏了她好几下 就给点出息 瞧你美的 有些事情 还是高兴得早了 没过几天 留住里那里传来坏消息 我和江春前后筹备大半年的项目 黄了 沈依依害的 我和江春合开了个公司 她是大老板 我是总经理 被业内人戏称是神雕侠侣 去年承接了的大项目 前前后后我们忙了好几个月 就指望着能合作成功 导日实现财数自由 眼见的钱都快进口袋 眨眼间她又飞走了 本来我们一头雾水 还是甲方那边有熟悉的人 一个劲儿的心疼是依依 也不是没有人帮我们澄清 可真相发出去没多久 就被账号的主人给删掉 留下的全是对我和江春的兔马 好一手的颠倒给摆 好巧不巧 合作方是个离异的女老板 当年她的婚姻就是在小三的 介入下分分离析 婚姻才走到尽头 现在我和江春 被冠上小三和渣男的帽子 她看得惯我们 还有鬼 虽然我和江春连忙向合作方解释 可对方明显不信任我 转头就和我们的竞争对手 签约了合作协议 大半年的精力和心血 算是打水飘了 对公司的影响 虽然不至于伤筋动骨 但我还是气得牙痒痒 江春比我还生气 一肩上更是躁动的掌和痘痘 她直接住在了公司 忙活了一通后 带离这证据 和我说 走了 报警去 还是让沈一一占到免费劳烦的便宜了 从警察局出来 一身的神经气爽 我也总算弄懂了沈一一 为什么一直痴缠着江春 这是她的工作任务 原来一年前 沈一一就被她的八十钱夫给甩了 进入特殊行业 不搞颜色 而是专门做阴损下流的事情 准确来说 就是利用先人跳稿方式 进行构陷和迫害 甜蜜恩爱的夫妻 因为莫须有的劈腿而感情破裂 相依为命的妇女相互误会 最终天各一方 稀奇上市的公司陷入莫名的丑闻纠纷 最终被逼破产 背上债务 沈一一和她的团队 利用这种方式赚了上千万元 害了一个又一个家庭和企业 这次她就是我们竞争对手 花重金请来的 他们原本以为利用初恋情人的身份 就能毁掉项目 结果没想到 江琛即使失忆 拉剑表脑子 也没能让沈一一靠近一二 最后只能用独入流的留言来进行打击 可惜他们得罪的是江琛 最后还是露出手脚 警方已经对沈一一发出通缉令 不出所调 之前那个账号也是沈一一他们弄出来的 每个十年是出不来的 他们害了那么多人 该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订了你最爱的烤鱼 今晚好好庆祝 要过马路的时候 江琛主动牵起我的手 想到曾经最爱的烤鱼 我莫名有些犯恶心 我想是清淡一点 话还没说完 斜队脚突然冲出一辆漆黑的轿车 向我直直冲来 我吓得愣在了原地 小鱼耳边传来江琛焦急的声音 下一秒 我被他一把拉回 砰 轿车笔直放在了石墩上 失控侧翻 破碎的挡风玻璃后 是沈依依满脸鲜血 癫狂偏执的眼神 我两眼一黑 彻底现昏了过去 沈依依当场被逮捕 原本的罪名上又多了故意杀人罪 他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出监狱 这些事情都是醒来后 江琛告诉我的 此刻 他正在一心一意 伺候躺在病床上的我 来 刚熬好的鲜汤 你多少喝一点 我刚张了张嘴 一鼓我先涌上心口 又忍不住了 哦 江琛很熟练的扯了垃圾袋 等我吐完后 把口子一拉 揪进垃圾桶里 转身继续哄我吃东西 我摇摇头 难受的不想开口 江琛皱紧眉头 盯着我的股子发愁 可你不吃东西 大人小孩都遭不住 是的 我怀孕了 七周 当时昏倒在马路边 也是因为孕出气的缘故 听后来给我打点击的小护士说 江琛抱着我冲进急诊室的时候 整个人急得满头大汗 到处大喊快救我老婆 一副生理死别的样子 而等后来检查出我怀孕了 他直接石化在原地 医生催了他三遍 赶紧去缴费 他才缓过神来 然后一把抓住医生的手 我要当爸爸了 这是真的吗 医生你没骗我 嘿嘿 我有孩子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努力挠火了下小护士口中 江琛那傻爸爸的乐呵模样 再看看现在端正沉稳的江琛 男人 你可真会演 我捏着眼扶摸小妇 默默叮嘱肚子里的娃 可不能学你爸爸 这口是心非的模样 以后对象都不好找 也因为怀孕 婚礼提前了一星期 好在公公婆婆已经从国外回来 我爸妈也从卖城赶过来 有四位长辈出马 事情办得很顺利 当晚禁酒快要结束时 江琛单独陪我在后台卸妆 也不速之客闯了进来 江琛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一个短发的年轻女孩走进来 眼泪汪汪 我和你才是青梅竹马 从小认识长大 我们可是娃娃亲 你现在另娶别人 还记得当年的承诺吗 江琛一呆 随后皱起眉 孟可飞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怎么知道你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孟可飞抽气了一下 手指向我 她到底来点好 我抿着嘴 江琛 这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 你连我都不知道 她来在江琛的心里 你也不怎么重要吗 孟可飞露出得意的表情 我看向江琛 眼神带着失望 老婆 你别听她胡扯 江琛一说有点慌了 她是我妹妹 孟可飞疯狂暗示 杨妹 没有血缘关系哦 孟可飞你给我闭嘴 江琛暴躁吼了一嗓子 扭头小声 老婆 虽然你没见过面 但第一次相亲的时候 我不是就跟你说过 哦 我记起来了 你好像是提到过 我笑眯眯的看向江琛 着重重复了一遍 第一次相亲的时候 原来 你都记得了 江琛 孟可飞不吃笑出声 冲我竖起大拇指 嫂子牛逼 江琛黑着脸把人丢出去 大门一锁 不通 江琛又跪了 老婆 不错了 我冷冷一笑 狗男人 叫你再装 婚礼结束的当晚 江琛熟练的跪在键盘上 向我认错 他主动承认 恢复记忆了 是在调查沈依依的时候 那几天待在公司 忙得不眠不休 一时用脑过度 晕了一阵后 把一切事情都想起来了 那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 我质问江琛 后者心虚小眼神乱描 怕老婆你骂我 很显然 他也知道护工大姐的严重程度 以及这几天 开口闭口的你才不是我老婆 还是老婆你松明伶俐 江琛讨好地挪到我面前 什么事情都难逃你的眼睛 随后他又疑惑地自言自语 我觉得自己演得挺好的呀 我暗暗发了一白眼 这货还不知道 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 就露线了呢 失忆中的江琛 怎么可能会知道 我喜欢吃烤鱼 还有住院期间 那些细致入微的照料 早就让我起了疑心 我这才微信联系上孟可飞 请他来演一场梦中捉鳖 孟可飞是公共战友的女儿 父亲牺牲后成为乌尔 公共收养了他 高考后 他就怕上了和父亲一样的道武 有多严重 结果等第二天睁眼醒来 身边多了个人 多么熟悉的场景 江琛双手环绕在我的胶上 还没睁眼 就先亲了一口 老婆早上好 我无语符合 这回看待肚里娃的份上 没把人踹下去 没办法 自己选的老公 宠着呗